你刚刚讲说赖清德好像他 如果他当上总统 你刚刚讲说将近五成的人 认为第一个两岸关系会恶化 第二个可能会 中共会对台动武 他当然是要凸显 有目的的 他是有目的 他当然是要凸显 这个第一个 就是说赖清德好像 水上他青年就会上战场 他要制造一个年轻人对他的反感 有10.4%的人是说 不管是谁当选 都不会影响 就是他会不会 这意思是说 整个两岸的和平 或者中共会不会对台动武 不是取决于我们 是取决于对岸 是取决于习近平 他要不要打 谁当总统都没差 为什么 中共要打武力犯台 也不是